6月22日,距离中央追逃办公部50名涉嫌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,外逃人员有关线索几十六天, 百名红通人员拉宁敏主动回国投案自首,成为50人中第二名归案者,也是党的十九代以来第五名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,截至目前,百名红通人员归案人数已达53人,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快展白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以来, 014年开展的迁网行动取得的显著成效和巨大震慑作用,拉宁敏是我国建国以来最大的银行资金盗窃案,中航开平案的涉案人,该案涉案金额超过40亿元, 2001年案发后,作为开平之行的上一级分行领导,来宁敏自治证案,潜逃至澳大利亚,一份2003年江门终极法院,刑警出自第18号刑事判决书显示,经江门市终极原民法院审理查明, 2001年,开平之行的上级单位,中国银行江门分行行长拉宁拉宁敏在国内的曾有名,曾要求建立分行小钱贵,用于发放涨金,同年,为潜补江门分行,到拥有关根募资金的缺口, 拉宁又指使分行财快部经理,于洪斌等三人到开平之行找行找许国俊,商讨如何填补资金缺口,后开平之行同意支付540万美元,填补该资金缺口, 开平是法院2004年发布的一份,没法发放贷款罪案资料还显示,拉宁在任职期间,为逃币机查核通过离任审计,通过许国俊从开平之行, 挪用1605万美,要用来填补亏空的资金缺口,拉宁敏的规案,透露出了以下几个信息,首先是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有逃避追, 一追到底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,拉宁敏于2001年8月外逃,外逃时间长达17年,党的18代以来,特别是2015年公布, 百名红通人员明单以来,各级追逃版从未放弃过,对外逃腐败分子的追逃追赃工作,始终坚持以钉钉字的精神和欠而不舍的认禁, 向国际社会和外逃分子释放虽忍必追,虽旧必追的信号,使得一批外逃多年的腐败分子意识到, 哪怕逃到天涯海角,也难以逃脱党继国法的严惩。